嗨,大家好,我是喜欢用过期化短品的Koe 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了苏库美洲系列的眼影 我发现有很多集美跟我一起都找到了共鸣 但我决定接下来几期可能都跟大家聊一聊一些老的苏库的眼影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苏库历年扑街的眼影 要知道像苏库美洲系列之类的 它一向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有的限定它必定一出来就被抢空 而且会炒到很高的价格 所以大家都说苏库是理财产品 那今天我们就从苏库贵透系列聊起吧 其实苏库在贵透之前还出过很多系列 五彩系列,华拉曼系列,绿面影啊,奇罗里之类的 出了好多的系列 但是由于时间比较早 当时的资料我不太可靠 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那些系列有没有pokai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主要是从2010年的贵透系列聊起 贵透系列主要出过三盘 EX01 美中EX02透墨EX03黄昏 其中黄昏应该是我一直念念pokai 求而不得的眼影 并不是说没有看见它来卖 而是说它的价格超到非常的高 而且品项好的或者全新的话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一直没有下手 它这个系列最不受欢迎的主要是EX02透墨这个颜色 它是比较偏冷的一个灰色调 在当时我觉得暖色的眼影会比冷色的眼影更受欢迎 所以透墨这旁到现在的话海鲜市场还是有在卖 但是几乎都是品项不好的 价格也很便宜吧 可能还没有一些美洲系列的价格贵 那这一旁我比较意外的是有一颗紫色的 但是相信这颗紫色的上眼应该不是非常明显 可能特别适合白皮的 那黄皮之类的可能就不一定会适合了 在贵透系列之后就是SUKU的美洲系列隆重登场了 那SUKU美洲系列也是在2010年登场的 可是美洲系列自从出了以后 它的圣诞限定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那它的第一盘后该的产品是哪一盘呢 我觉得应该是2015年的春阳上 到现在这一盘的话全新的话 基本上算是SUKU限定最低的价格 在美洲系列里面 大概300块钱就可以买到全新的 那要是品项差一点可能200多块钱吧 这个春阳上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想要买的欲望 它就是一个粉粉的啊 然后还有黄色啊灰色调这样子 好像也不是特别显色的样子 接下来SUKU就连续的抛该 基本上SUKU出了限定的三色眼影 我觉得是比较不受欢迎的 SUKU的限定的三色眼影 应该是从2015年的时候出的 红挂空啊夜彩空之类的 这些颜色感觉没有购买的欲望 然后也不是热度很高的眼影 接下来就是2015年冬天的圣诞限定 我上次在美洲系列跟大家分享了 2015年的圣诞限定的 其实我忘了我还买过另外一盘叫做西昌 它是一个蓝色为主色调的 但这个蓝色我用的非常非常丑 看起来很显张 所以我当时很早就把这一盘 以低价出售了 西昌这一盘应该也算是POKAI的一盘吧 应该没有什么人想要买这一盘 但是我好像看到也有人蛮喜欢这盘的 可能会适合冷皮一些吧 接下来2015年的冬天 SUKU又出了三色盘 碧茶枝啊紫苏枝啊之类的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SUKU 好像已经有点走下坡的一个感觉了 大家基本上都不太喜欢这些三色眼影啊之类的 那在2010年春天的时候 SUKU又推出了限量的系列 包括东京的春色和伊士丹的限定 里面有橙茶墨花瑞树 同时也出现了多色的眼影盘吧 就是四色眼影盘 然后里面会有某一格里面出现两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眼影 灰性蕾金莎莎光娟之 那这几盘我都没有想要买过 就兴趣不大 那这几盘感觉好像也是没有什么讨论度的 大家几乎也都不太喜欢这几盘吧 到现在的话它们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 那接下来在2016年的夏季的英国限定当中 又出现了一些综合盘 就是立下灰下西霞这样的颜色 就这个讨论度也没有很高 也没有购买的欲望 我从来都没有种草过 那到2010年秋的时候 苏库日本的限定出了炼瓦染还有莲茶光 那炼瓦染我看见有很多博主在推送说这盘多美多美 我自己也是拥有炼瓦染了 我上次忘记跟大家分享了 我这次顺便把炼瓦染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盘就是传说中的炼瓦染 当时有帮苏库拉回一点分数的一盘眼影 这盘的话出门都是说这个绿色的 咸菜绿超级的美 我给大家试色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咸菜绿 其实算是带绿调的一个金棕色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常规的一个杏粉色 这个就是一个金棕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好看的 这个就是一个眼线棕色 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这一盘我个人的感觉上也很特别的一般 这一年另外一盘的限定叫做莲茶光 这盘应该是不改的很特定吧 现在的话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也有人很喜欢这一盘 这盘主色调它是一个粉色的 它有一个灰色的眼线色 我觉得苏库一般出的这种灰灰的盘子 好像都不是特别受欢迎的 2016年的冬天 苏库又出了综合盘 一个是苏方色 还有一个是琉璃缸 一个是冷盘 一个是暖盘 这个是苏库一贯的厨法限定 总是有一盘冷一盘嘛 苏方色这盘相对受欢迎 点琉璃缸这盘盘就是 不怎么受欢迎 就是当时在海鲜市场上 没有看到最低价格的300多 有一点心动 因为我觉得我蛮适合蓝绿色的眼影的 但是后来觉得 算了算了 那个颜色还是太详尽了 就没有想要下手 接下来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铺接的产品了 因为苏库已经出到最后的一盘限定 就是美洲系列的雪春和东径 这两堂是英国的限定 它有为苏库拉回一点分数 就像苏库的英国限定 总是比日本的限定更出彩嘛 这两堂之后的话 苏库就出了新的系列 没有什么颜色 感觉是大家心目中好像 特别特别觉得不可割舍的 那苏库的Hokai系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大家有什么有兴趣的话题 或者一起想聊什么老苏库的话 都可以一起聊一聊哦 再见